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空军采购的首批两架F-35A隐形战斗机抵达朝鲜半岛 日本宣布守着可投入作战的F-35A战斗机中队成军 军事专家曹卫东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表示 东北亚地区增加的F-35战机还不足以对中国造成威胁 因为经20对比F-35无论是航程近距离格斗 还是在再大量级对陆对海攻击能力上都只有一定优越性 韩国YTN电视台3月31日报道称 随着两架F-35A隐形战斗机 29日下午飞抵青州空军基地 韩国正式成为世界上雷数不多拥有隐形战机的国家 报道称 目前东北亚地区隐形战机云集 中国已经是战部署国产型20隐形战机 日本去年部署了10架F-35A战机 并计划已经包括可搭载于航母的F-35B在内的140余架隐形战机 全球拥有隐形战机的国家约10个 而东北亚就与中俄日韩以及驻日韩美军都在征销部署 同属隐身战机行列 中国歼20战机与F-35战机相比 有哪些不同 曹伟东表示 歼20属于重型战机 而F-30N属于重型战机 故F-35的制空时间可能要短于歼20 并且F-35的载弹弹仓较小 载弹量也因此低于歼 二十 此外 相较于驻重队的打击的F-35 歼20更加考虑空中格斗作战 故两者短兵相接的情况下 歼20的机动灵活性会有于F-35 所以从整体制空时间 对抵攻击能力 及空中格斗作战方面来看 F-30N都要略选于歼20 除了韩国外 东北亚第一个急着引进F-35的国家是日本 据英国检视防务周刊3月29日报道 日本航空自卫队于26日在三则基地 正式成立第三百零中队 并用F-35H代表化的F-41战斗机 这是日本首支可投入作战的F-35中队 谈到F-35战机增量部署对东北亚军事态势的影响时 曹卫东表示 以日本为例 日本用以争夺制空权的空中重型战机为F-15 轻型战机基本为美国F-16或日本F-2 均为不可隐形的第三代战机 而一旦日本部署了第四代的F-35战机 就拥有了隐形作战能力和较先进的航电系统 这对日本而言 无论是在争夺制海权 还是制空权上都是有帮助的 进而还会在东北亚各国间 形成一轮新的军备竞赛 曹卫东认为 中国就应对这样的形式 一方面需要研发相应的隐形战机 包括现有的J-20 特别是颇具潜力的J-31 此外 中国还要进一步研发 能够探测隐形战机的雷达 然后研制相应的导弹 通过雷达探测 发现隐形目标 在翼速度更快射成更远的岛 才进行应对 以保障我国领土安全 上海的岛 帮助我们下期应对 在这一步研发现隐形战机的雷达探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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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